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說一個歷史故事 也可以說是送死故事 這個電影在說 17世紀的前半期 荷蘭是一個壟斷海上貿易的商業大國 靠著各種買低賣高賺大錢 很屌就對了 大概到了17世紀中期時 英國的強大海軍崛起 他們也想對海上貿易分一杯羹 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所以就像你眼前看到的這樣 兩國的軍隊在海上互相拿炮 射對方滿臉 所以當時荷蘭的海軍總指揮官就吃土了 他死後荷蘭海軍一時無人帶領 而荷蘭原本的國王威廉二世 前陣子才剛重病挂掉 國家還在群龍無首 一些追求各省自治一派的官員 也推出了較有威信的德維特先生當官員主席 負責統整與執行大家共通討論的決策 德維特先生一出場 馬上重用了一個在海軍中聲名顯赫 但一直沒機會擔任大將的德維特先生 以下簡稱他為男主角 派他當新的海軍總指揮官 但男主角已經替國家打了16年的戰 過程中總共才回家6個月 都快忘了老婆長什麼樣子了 他現在只想退休 德維特只好先隨便派人帶兵去抵抗英國人 然後就被打爛了 所以一群政府官員又開始聚在會議室打嘴炮 討論一下如何用嘴打贏這場戰爭 而男主角的老婆看不下去 叫男主角趕快回去幫忙 都要沒有國了要家幹嘛 所以男主角終於同意成為新的荷蘭海軍總指揮官 德維特也想辦法說服政府 撥出更多預算來發展軍力 男主角也規劃了全新的顏色指令旗系統 到時候打海戰時 所有船都要看指令旗行事 這樣就可以解決荷蘭一直以來都因為缺乏有效的 戰船通訊管理制度 每次一打仗所有船就各自為戰 很容易被各個擊破的問題 於是男主角很快的就帶著大軍來跟英國人展開一場 打開他知名度的四日之戰 並且成功的使用指令旗 有效的控制所有戰船移動 順利的使用你不用多管的策略 包圍了英軍的戰船 並且發動肉搏戰 將敵軍統統驅離船上 英軍一個害怕就趕快撤退了 男主角立了大功後 他的老婆跟小孩也積全身天保 德威特讓他們幫來守護住 順便保護他們的安全 此時病死的荷蘭國王威廉二世的兒子 威廉三世王子來跟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談判一下 大概就是在講 大叔我們都是王室系列的人物 本世童跟神香姦和太極 你一直打荷蘭是在幹嘛 給點面子不要打臉好嗎 而英國國王詹姆斯二世表示 你們那麼廢趕快投降讓我們控制好嗎 而且你們國家的人 都沒有想要讓你當國王的意思 也好可憐喔 哭哭要不要叔叔幫你一把 我們裡應外河拿荷蘭 到時候讓你當國王掌聲殺大權不在話下 荷蘭王子威廉三世聽了很生氣 我一生正氣不做這種出賣國家的事 你這死老頭走著瞧 而且你們軍隊才剛被打派 是在屌個什麼勁 收好別亂屌好嗎 所以很快的 英國跟荷蘭又展開了一場影響局勢的二日之戰 男主角又帶著大軍跟英軍戰船 一致排開對轟 此時男主角透過指令期 打算使用包圍的策略 但上一任指揮官的兒子 因為沒有順利繼承 總指揮官的職務 當了副指揮官有點不爽 這時候他看到了一個他自以為能立大功的機會 所以擅自決定開他的船 衝向敵軍幻想一個打十個 這導致荷蘭艦隊的一致陣型中間出現了缺口 所以英軍馬上從這個缺口切入 將荷蘭艦隊結成一半 並包圍前半段進行殲滅 結果當然很明顯 荷蘭一個大敗 但副指揮官沒死 禍害一千年 他沒那麼短命 於是自自派的德維特先生 想了一個反敗為勝的秘技 叫男主角趁著半夜的時候 去偷襲了勝利後鬆懈下來的英國的一個重要的泰晤寺河口 成功的消滅了守在這邊的英國艦隊 而這個河口被突破的話 就可以順著泰晤寺河直接進攻英國首都的倫敦 所以荷蘭的政府官員又可以搬慶功燕柔 因為荷蘭成功的威脅河口被搶 又剛好發生大瘟疫 無力抵抗的英國簽署了布雷達合約 內容大概就是英國把搶走的大面積土地還給荷蘭 而且不干涉荷蘭的海上貿易 但荷蘭割一點地送給英國表示誠意之類的 不過英國的國王詹姆斯二世很不爽 等了好幾年終於又找到機會跟法國同盟 英法兩國馬上派聯軍進攻荷蘭 結果荷蘭當然很慘 海軍有男主角撐折到還好 男主角跟神一樣來一個殺一百雙 陸軍就弱了被法國慘電一番 荷蘭的人民都很害怕怕國家要爆了 所以政府官員當然使用無往不利的絕招 開始找人背黑鍋 這時候一直想要讓王子威廉三世回來當國王 重新掌權的保皇派官員也趁這個時候發動醞釀已久的陰謀 他們先使用計劃一 再開會時逼德維特先生為戰敗負責 趕快滾下台打壓自治派 再使用計劃二洗腦人民說 這種危機的時刻只能靠有王室血統的威廉三世才能扭轉局面了 所以威廉三世順利的成為新一任的陸海空三軍統帥 並且果斷的決定要掘開海堤 讓海水淹沒法國軍隊入侵的荷蘭地獄 順利的淹走法國人 接著用計劃三放謠言騙大量百姓 讓他們誤以為德維特先生 想推翻王子搶政權 讓大家誤以為自治派是壞人 他們不但派男主角想搶兵權 還派人暗殺威廉三世真的是大逆不道 所以暴民們很快就把德維特殺掉泄恨 人民永遠都被當成政治鬥爭的工具 威廉三世順利登基成為荷蘭國王后 仍然重用男主角當海軍總指揮官 並且派海軍前指揮官的兒子再次當副將 要他們手牽手一起為荷蘭出出力 然後對英國海軍展開攻擊這次男主角使用誘敵戰術 他派前海軍總指揮官的兒子 假裝在當一次喜憨而故意脫離艦隊陣型 英國海軍也很配合的以為逮到機會 趁機從缺口衝進來 結果遇到了男主角精密計算的退潮 英國戰艦撞到海底 傳生各種搖晃 所以男主角輕鬆反擊消滅了英軍 而檯面上看起來這一切都是英勇的 荷蘭國王威廉三世的功勞 他的威望來到一個高峰 人民都非常愛他 但人來到了高處 就會擔心有誰會想拖自己下水 所以他找了男主角來問他說你效忠誰 結果男主角回答我 效忠國家 逼逼你答錯了 標準答案是效忠國王哦 荷蘭國王威廉三世 怕男主角在軍中聲望太高等等帶兵抢權 於是就派男主角去進行一次 必死無疑的送死之戰 不去的話就視同你違抗命令 租你一九族 男主角的老婆聽到後 當然一直阻止自己的老公去送死 可惜沒辦法 男主角為了家人從中就義 他被迫帶著少量的軍隊 衝來找英軍開戰 果然隨便就被轟死了 不過一個真正厲害的人 連對手都會尊敬你的 英軍知道男主角死後 也鳴空炮致敬 男主角的屍體送回國後 整個國家從上到下 通通對男主角表達最高的敬意 將他風光大戰 還是他一個護國大將軍的封號 但人都死了還有用嗎 也許這只是一種 後人降低自己罪惡感的手段吧 然後故事就結束了 所以如果是你遇到這種情況 只要你的另一半乖乖去送死 你和其他家人 就可以拿著大筆的慰問金 備受禮遇的活下來 那麼你會阻止另一半去送死 再跟他一起亡命天涯 還是默默的看著他去送死 這個問題你不用回答 因為現實總是殘酷的 全劇中